各位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可以一起聚集在這邊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農去我們身上的重感 為什麼 因為在一個 充滿科技 充滿人的地方 充滿進步的地方 我們就會 需要一直追求進步 今天你手上拿的是 還是先蓋的手機嗎 還是你已經拿滑滑滑的手機 其實到前一陣子 我都還很習慣拿掀蓋的手機 拿掀蓋的手機 但是 當我要換手機的時候 你去到手機店 你問他說 我想要拿掀蓋的手機 你把它用幾支掀蓋的手機 他只跟我說 我只有三角 那其他的呢 都是平凡 都要用手滑 那我一直很不習慣用手滑 我覺得那個 有時候滑滑還很麻煩 那你按鍵 你一打開 一接起來就可以回了 但是 隨著科技的進步 你就必須要 學習 用手滑 你就必須要學習 用手滑 那會不會造成我的壓力 會呢 因為我們必須要學習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一直在學習裡面 所以 不管是在任何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 我們的世界越來越進步 我們的生活 越來越進步 我們已經脫離了 農業的生活 進入到一個新的世代 是一個商業化的世代 是一個進步的世代 那我們的生命 就會充滿 很多的競爭 很多的壓力 親愛的利用姐妹 不管是在我們的工作上 我們有壓力 還是在我們的學業上 因為我們必須要找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我們必須要更認真的讀書 當我更認真的讀書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被看不起 所以每一個人 他都一直 所有的學生 有很大的壓力 是因為他必須要不斷的 更認真的讀書 來尋求更高的境界 我不知道我們前幾天 有沒有看新聞 有三個大學生 大陸的三個大學生 明白方法 有一個女生 差了六分 她就怎麼樣 喝完喝了沒有自殺 結果死掉 她的爸爸覺得 怎麼會這樣 除了她以外 還有另外兩個大學生 也是一樣 她的考試成績 不到那個標準 她就怎麼樣 她就自殺 我們自殺 那個壓力是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已經 換了一個不一樣的世代 我們的世代 讓我們覺得好有壓力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壓力 你一定有壓力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一定有我們的壓力 但是 我們要如何都面對這個壓力 我不知道我們以前 有沒有種過綠豆芽 我們小時候 我小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實驗課 就是老師會叫你回去 把綠豆放在衛生紙上面 他就會發炎 那你長出來的綠豆是長得怎麼樣 是不是這樣細細的 有沒有細細的 我們知道我們種出來的綠豆 通常都會長得很高 那就細細的 可是我們去外面吃麵的時候 別人家的綠豆芽怎麼都胖胖 為什麼 其實在種綠豆芽的時候 有一個訣竅 有一個訣竅 在中國時報曾經 認過一個訣竅 他說如果你要種出這樣 胖胖的綠豆芽 你要怎麼種 就是把它壓住 就是拿一塊 稍微比較重的東西 把綠豆芽稍微 可以讓它一生出來的時候 它就碰到一個東西 那它就知道不行 它要更努力才能長大 把那個東西澄清 所以我們知道 壓力有時候 反而會成為我們的注意 壓力有時候 反而會幫助我們成長 讓我們更強壯 所以不可否認得 當你遇到壓力的時候 你可能會更成熟 你也可能會更勇敢 但是 我們也知道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很辛苦很痛 今天有一個人 他也遇到了很多壓力 那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在耶穌基督傳道的生來裡面 他有沒有壓力 他有很大的壓力 你想 所有的華麗塞人都要挑戰他 今天如果你去上班 你去上學 所有的人每天都在植衣裡 那個工作真的很辛苦 你每天去工作 大家就在植衣裡 你每天去工作 你就知道有一大堆人 反對我的時候 這種工作通常 我想應該撐不過一個月 你就會說好辛苦 不過耶穌基督要教我們 怎麼撐過一個月 而且你可以永遠做這個工作 怎麼撐過一個月 而且你可以永遠做這個工作 第一個 我們來想 我們來看 到底耶穌基督如何面對他 首先你要認識你自己 你要認識你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覺得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是媽媽 別人說我是媽媽 我就是媽媽 我是學生 因為我現在還在讀書 我是一個有錢人 因為我們家很有錢 今天我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定位我們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我們通常都會用別人的眼光 來看到我們自己是誰 但是你清楚我自己是誰嗎 你清楚你自己是誰嗎 我們知道當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壓力 當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壓力 耶穌基督非常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誰 耶穌基督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誰 他說我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生命的光 耶穌清楚知道的他是誰 今天我問你你是誰 你會說我是我是誰嗎 我們回去自己想一下 我們要面對我們自己 我們要清楚的知道我們是誰 因為神把我們獨一 或創造出來的時候 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有你的特質 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誰 你要清楚的知道我的身分是什麼 當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會發生兩件事情 會發生模仿跟比較 我們會覺得 哇那個人好快樂 電視上面的人看起來都很幸福 很有成就 我們會去模仿他 因為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很棒的人 我們也想成為這樣的人 第二個 我們會去比較 什麼都能比 今天衣服也能比 我們看這張圖片 這個人怎麼樣 比較胖 這個人呢 比較瘦 那這三個人呢 這個比較漂亮 什麼都能比 當我們活在 這樣的情況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生命很有壓力 因為你不知道 你為什麼沒有這個 你會一直在想不到 你用地會在哪個地嗎 別人怎麼看我 我就變成怎麼樣 別人怎麼看我 我就變成怎麼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些都錯誤 神創造你是多一無二 你有不一樣的指紋 你有不一樣的語耳文 你有不一樣的頭髮 你有不一樣的五官 神創造我們都是多一無二的 祂給我們的恩賜 也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知道 你的身分是什麼的時候 你會減輕很多壓力 因為 你不再是為別人而活 你知道你自己是什麼 你知道你自己是什麼 耶穌 為他自己做見證 當你知道你清楚是誰的時候 你會說 我可以為我自己做見證 我是誰 我能很清楚給表達出來 我未來想要做什麼 我能做什麼樣的東西 當我們很清楚 我們的身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減輕很多的壓力來源 當我們很清楚我們的身分的時候 我們可以減輕很多的身分壓力來源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你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要告訴你自己 對著鏡子 看看你自己 你要告訴你自己 你看 我是神創造的 我孤一孤二 所以你不要在乎我臉上有幾顆痘痘 不管怎麼樣 別人都不會有跟我一樣 而且 在創世紀裡面 神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欸 我還要管你這個大地 神在我們的身分上 給我們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是我們是祂的兒女 祂也給我們一個獨一無二的生命 所以 不要再為別人而過 你要活出一個榮耀神的生命 你要活出一個神所要賜給你的生命 第二個 你要清楚 你要許月子 你要清楚 你要許月子 有一個故事這樣說 他說有兩個祖孫 就是他們趕著要去市場賣東西 然後他們就牽著他們的女子 他們走走走 開始走的時候 走走走 就有人開始告訴他們說 欸你看他們兩個祖孫怎麼這麼笨啊 接著一個女子 就讓女子站就好啊 所以他們兩個祖孫就怎麼樣 趕快騎上去女子的背上 又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 有人又開始指著他們 欸你看這兩個祖孫 那個女子的背都快斷了 所以呢 他們兩個阿公就先下來 讓那個孫子坐在上面 再走走走走走走走 別人又要說什麼 你看看 那個小孩怎麼這麼不孝順啊 讓他的阿公自己坐在上面 這時候怎麼辦 把孫子抱下來 換阿公坐上去 再走走走走走走 又遇到一個人 要說什麼 哇 又跟他們說話了 這時候他們決定怎麼辦 他們祖祖娘就說這樣好 好 然後把這日日日日關好 兩個人就背著禮子走進去撐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生命是要取悦誰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都會做一大堆事情 為了要 讓我的媽媽高興 我們都會做一大堆事情 為了要讓我的上司開心 那是你自己開心嗎 神開心嗎 我們都會做一大堆事情 想要讓我的人開心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要做一大堆事情 讓神開心 我們大部分都想 我要做一大堆事情 讓我的人開心 我們沒有想說 我要做一大堆事情 讓我們的天父開心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活在我要取悦誰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決定 我們看耶穌基督怎麼做決定 他說 我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 我按照上帝的旨意來審判 而我的審判是公正的 因為我不想尋求自己所要的 只要實行猜我來那一位的職業 耶穌基督他選擇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知道他所要取悦的人 是他的天父 是他的天父 我們知道在耶穌基督傳道的過程裡面 他有打算要取悦誰嗎 沒有 他只要榮耀護神 在耶穌基督裡面的傳道裡面 有很多人也支持他 但是很多人也反對他 所以耶穌這麼完全的人 他都沒有辦法做到完全的取悦別人 那你覺得我們可以做到嗎 我們也一定不能做到 反而會怎麼樣 造成我們的壓力 為什麼我做不到 是不是我不夠好 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 原來我這麼笨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給你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你要取悦誰 我們的天父上帝 所以當你清楚你要取悦的人的時候 你只要對我們的上帝完全的負責 別人說什麼你需要在乎嗎 可以當作你的參考 是不是你真的做錯了 但是不要造成你的壓力 因為當你盡心盡心 不是上帝的時候 取悦上帝的時候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農曉師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農曉師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認識自己 並且清楚知道你要取悦誰的時候 你的壓力會減輕很多 你的壓力會減輕很多 再來 當我們面對壓力的時候 耶穌面對壓力的時候 他怎麼做 他祷告 他祷告 耶穌在傳統之前 他禁止四十天祷告 在他要被令十字架的時候 他也在科西馬醫院 他也徹夜祷告 耶穌整個喬教生 還用法道 開始用祷告結束 當他面對做不完的事工的時候 他已經祷告 當別人要擁護他做網的時候 他也祷告 他得榮耀的時候他祷告 他痛苦的時候他祷告 他覺得他很生氣的時候 他也會祷告 現在的基督姐妹 當你很痛苦 你覺得事情做不完的時候 當我們面對很多很多很多壓力的時候 學習耶穌基督 祷告 祷告 我們知道 我們的壓力來源 很多是我們不斷的加上去 是我們自己真的不斷的 喔好好好好 然後我們就會一直加上去 一直加上去 但是我們都忘了一件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安靜自己 今天早上沒起床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沒有給自己安靜五分鐘嗎 通常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 看一下新聞不然時間要來不及了 再來呢 聽一下說人情不然時間要來不及了 最後吃早餐的時候要怎麼辦 看個報紙好了 不然等一下要上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壓力已經很多了 但是我們早上起來 第一個選擇是 看個電視 聽個新聞進來的是什麼 昨天搶劫 昨天有人自殺 昨天有一個人不小心在路上被殺 你第一個接觸到的就是 目面的消息 聽收音機的時候 聽清楚你聽到什麼 也是目面的消息 看報紙的頭版都是什麼 也是目面的消息 從你一起床 整個世界就在提醒你 你的事情還能夠對 所以呢 你身上會有壓力進來 所以當你一起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是沉重的孤單 這個太陽怎麼這麼大 要給我一直變馬力 但是神說 你要安全 你自己 來到祂的面前 你要知道 你必須要熟悉 在詩編 四十六章 第十節說 我們一起來念 我們一起來散 來 你們要熟悉 要知道 我們是神 我們的世界很奇妙 我們的生活也很奇妙 奇妙在哪裡 我們根本沒辦法等待 當我們要去坐飛機的時候 當我們在後機師等待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天啊 我竟然坐在這裡 當我們在看診所的時候 你知道你要等很久 你看到一個人進去 再一個人進去 再一個人進去 都還會聞到你的時候 你什麼感覺 那你叫巴黎 你會覺得 哎 怎麼這麼慢 當你在等待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自己坐在一個 超空旺的停車場 然後呢 你旁邊圍繞著高速公路 所有的人都在那邊跑 只有你自己在那邊的 所以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我們已經被訓練成怎麼樣 我馬上就要 就是這樣 快點 你完全都忘記 你要安靜一下 你要安靜一下 我們的世界已經 一直不斷的在改 一直不斷的在改 所以你都忘記 你要安靜一下 不要忘記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我們要讓神 成為我們的幫助 在你每一天 起床的時候 花個五分鐘 三分鐘 你安靜一下自己 知道把你所有的重擔 都先卸給神的時候 讓神成為你的力量 重新開始 要記得 要休息 知道我是神 要記得 休息 知道我是神 最後你要 充電 你的電用完了嗎 我們知道 手機用完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它充電 今天你的電是幾個 如果 已經剩一格了 或者是已經紅色了 記得 休息一下 出去玩 神創造的六天 他有沒有休息 有 那今天你有沒有休息 有 還是你等一下又要很忙 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要記得 找時間休息 找時間休息 休息 休息是什麼 有的人休息 是告訴他自己說 哇 哇 可是實際上他有沒有休息 他都告訴自己說 我有休息 我也有休息 好 我們現在要休息囉 可是他坐下去 他馬上就怎麼樣 啊那邊有垃圾 他馬上就又受不了 又起來 那他坐下去 因為他們家的時候 看媽媽兩個小孩子 在倒架 馬上又起來怎麼樣 你媽媽怎麼倒架呢 親愛的弟兄姐妹 真正要休息 是完全的放手 英國首相呢 他就說 我們的休息 是要完全等到 我們的身心裡 你發現你真的 完全的休息的時候 你的細胞 才會重新運作 如果你真的只是用言語 告訴你自己的大腦說 啊我有休息 我有休息 那是冥想 你要全身休息之後 你才能充電 重新往前充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吃過這種魚 如果有在提菜了 應該有買過這種魚 這種魚叫做小獅魚 很多魚 你養這種魚的時候 他們都會把這種魚 圍成正方形 就是讓魚快速長大 他們為了好好的養牠 讓牠快速長大 那有一天有一個養殖的貝貝 阿貝呢 他就發現 他的魚怎麼躲在四個角落休息 所以他就覺得 那不行不行 不能讓牠們休息 要讓牠們趕快運動 就可以趕快長大 所以這個阿貝很聰明 他用一個什麼方式 他弄成圓的 魚就怎麼樣撞來撞去 撞來撞去之後怎麼樣 拼命的游阿 因為牠們根本沒有找到角落休息 所以那個魚就在裡面 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 那你猜 一個月後 這隻魚怎麼樣 有過了 什麼丟臉的 對 所以魚呢 就回到神的天家裡面 去當天使 這些魚 因為在那個圓圈裡面 一直不斷地游 不斷地游 不斷地游的時候 一個月後 沒有長得更快 反而 就過世了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的生命的時候 我们一定要学习 那几字语怎么样 我在世的角落 我不一定要站在这中间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你的家庭很需要你 你的工作很需要你 你的学校 你的同学没有你不行 你的课业没有你去读 也背不起来 但是神说 你要休息 你要休息 耶稣基督也有休息的时候 虽然我们也要休息 我们也要休息 我们要等到 我们要等到我们自己的体力 恢复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做下一个事情 有些人连忙到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耶稣基督说 人自来也吃也喝 你自己都没有时间吃饭了 你怎么用体力往下走 所以记得 找个时间适当的休息 找个时间适当的休息 不是只让我们的身体休息 也让你的烦恼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所以不管怎么样 要找时间休息 最后 要跟你们分享的一段时间是 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 今天烦恼我们的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们会做十年人的安息 今天你的压力重吗 我相信你今天我们在心里一直念头 但是你觉得你经理力记得吗 不要忘记我们曾经一直用一个方法在生活 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我们忘记跟我们的天部连结 所以神说你要重新得力 是要跟我再次的连结 来到我这边 我使你们得安息休息一下 再出发 今天如果你真的很累把你的重担 就在这个礼拜里面交托给神 就在这个礼拜里面交托给神 如果你们要把你的重担交托给神的时候 你就如同一个娃娃没有电 所以你看这只娃娃 她自己没有电的时候 所以这个插口是她自己插上盒 她知道要充电 我们今天累了 就把自己的插口放在上帝那边 充电一下 充电一下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得早改变 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得早改变 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今天的回应是彩虹下的原因 我相信这首歌我们都很熟 但是在这首歌里面 我真的很喜欢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告诉我们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是 我们的心灵不在恐惧 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的生命有神参与的时候 我们不安的脚步可以怎么样 可以停下来 我们不安的脚步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停下来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个 很豐盛的生命 一个豐盛的喜业 一个豐盛的生命 我空心的心里 终于不再流泪 心爱成如何 冰分的拆头 说说你我的愿意 不再流泪 不再流泪 并不再流泪 不再流泪 不再流泪 与祢永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真 前途不灭 我要奉更 向祢喜悦 我要奉更 向祢永远是爱 他必须说 逼你冷添 我想要听一下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情节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是我第一次去参加赞美之全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只有 国高中 那时候我的年纪并不大 但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 我得到很多的安慰是因为 我空虚的心理被深填满 那个压力完全的释放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 好快乐喔 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当我身上的重量完全不见的时候 那个眼泪一流下来 就止不住 我一直咕咕咕咕咕咕 但是我知道那时候 我的心理是怎么样充满欢喜 因为我知道神跟我设立一个约定是 不忘了遇到多大的困难 但是他的面前 我就必重新等你 希望把这首歌 分享给你们的时候 也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彩虹下的约定 用我们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 你会发现 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会发现 更有力量更有力气 我空虚的心理终于不再流泪 我空虚的心理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 adventurous roseances 期待着蕁虚拇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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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 led 一生年 与你永远是永恒的缘 再往回家 千古不灭 我要我的微笑你起烟 花梦到中底的痴爱 那地书说明远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可以闭起眼睛 你可以让这首歌成为你的祷告 如果你不会唱 你也可以永听的 我相信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 现在说你要休息提醒你的时候 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帮助 不要忘记 上帝在你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自己 只要你把你的眼睛装向它 只要你把你的心挥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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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成为你的心挥向它 你可以闭起你的眼睛 欣赏最首歌 向上你 予下我愿 与你永远 世永远 与你永远 世永恳的地面 太后美将 千古无边 我要多更 为上你期待 我无法送你 一直来 那地书说明的暖天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地母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恩惠跟怜悯 使我们能够谈难无惧 来到神灵的宝座前 主耶稣我们不再惧怕 我们不用再陷入罪恶感 跟地罪感 因为我们晓得你的年龄 在每一个早晨都是心 主耶稣谢谢你 提醒我们 要帮我们的重担交通给你 我们不用再担心我们的未来 我们不用再害怕 因为你的应许告诉我们 你将我们握在你的手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安歇在你的房里面 主耶稣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最大的感谢 也求你将盼望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得胜的人 我们要靠着神 得胜在我们每一个生活里面 因为我们是蒙古的 我们要经历更大的恩惠 经历你更多的带领 主我们要再次帮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深信 你要牵他们的手 走他们人生的美 再次献上我的赞美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将导报 我们是孟耶稣基督圣明 孟耶 每天我们等到 为我们带来这么美的讯息 真的是 神被英雄每天都前天 也有英雄每天就是 神功能都出生 神神被英雄每天就是神功能都出生 神神被英雄每天就是神功能都出生 神功能是什么 他跟他们还走过这意义上每天的过程 他跟我们一样就是神的祝福 神功能 我们接下来要回一生的爱 我们来奉献 祝福